環境部去年委外调查发现 国内37座的净水场检测值超过美国管制的标准 验出了具有致爱风险的PFAS也是全服晚机化合物 因此审计部要求环境部应该要增订相关的标准 那么环境部表示在5月的时候 已经订立了饮用水的全服晚机化合物建议指引值 最快在8月的下旬预告相关草案 而学者也提醒应该要同步调查 国内市售各类食品的背景浓度 比照欧盟制度来管理制定值